以绿色为笔为冬奥天才 让大家能够感觉到绿色版 感受到这种风情 这种景观 通过四团协调控制 为冬奥场馆提供充足可靠的绿色供典 蓝图变现时 冬奥展达卷 它的碳排放趋近于零 它对于我们的清洁农员肖纳 是一个旅程碑式的名称的技术 实现体力设施 跟自然生态基底变好的交流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习近平总书记1月4号在北京考察 2022年冬奥会冬产奥会 筹办备赛工作时再次强调 要坚持绿色伴奥 共享伴奥 开放伴奥 连接伴奥的理念 突出科技 智慧 绿色节俭特色 从申办到筹办 北京冬奥会始终坚持绿色低碳 可持续原则 绿色伴奥的理念贯穿于方方面面 国际奥委会副主席小萨玛兰奇 对我国在绿色伴奥上 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惊叹 他说 北京冬奥会将成为 最绿色的奥运会 在崇里 如果你有辆自行车 就可以从城区沿着生态廊道 一路骑行到东奥太子城核心区 17.8公里的路程 可以看到不同的规划景观 这一路的风光 是中国绿色伴奥的最美诠释 我想让大家能够感觉到绿色伴奥 还能继续感受到这种风情 这种景观 这种最本真的状态 姚鹏 张家口崇里区 东奥核心区生态建设总规划师 2020年8月 随着他所在的北京林业大学 与崇里区人民政府 签署生态建设战略合作协议 姚鹏也带着团队正式接手 崇里区东奥核心区 生态建设规划的工作 其实也不是一上来 就有一个特别系统的一个概念 做的过程当中不断推导重来 按照协议内容 北京林业大学团队的任务是 为冬奥会举办营造良好生态环境 打造崇里远期的绿色发展模式 对规划团队来说 尽快修复因奥运工程建设 受到影响的区域环境 以最好的方式诠释绿色冬奥 是他们要解决的最紧迫的问题 崇里生态建设区域海拔 从1200到1600 数种的选择不仅影响 绿色冬奥最终样貌的呈现 它的成活率也直接影响 绿色冬奥的效果 没想到首先在这一问题上 规划团队就与当地相关部门 产生了分歧 我们在一开始设计的过程当中 选用了一些主要注重景观的书中 有些不适应到底的财务 我在林业县干了30多年了 这个问题是坚持我的个人观点 反复的沟通 反复的推敲 甚至这里面也产生了不少的争论 经过一个多月的讨论 北京林业大学与当地相关部门 最终确定 不列其不搏眼球 主要选用当地乡土树种 让进行生态建设后的重立 呈现出最接近原来自然的风貌 不是很精致的原理化的 也不是纯粹的造理 而且是怀着对大自然最敬畏 最尊重的这个态度 这个其实是最好的 践行这个绿色半熬的理念 2020年10月 工程开始大规模建设 随着工程的推进 摇捧团队对整个空间的研判和认识 也愈加免息 最终在2020年年底 规划团队依据不同尺度 功能属性和立地条件 把从东奥核心区 到崇里城区的全域生态景观 划分为三大空间格局 首先是中心的这个全层 赛区场馆的全层 它的面积大约辐射有10平方公里 在这个全层里边 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 就是生态修复 这是雪如意 那么以雪如意为代表的 一系列场馆和设施的建设 其实对自然会造成 不同程度的一些扰动 我们在两侧周边的山体 以及对面的坡地 还有我们雪道和树林的 这个林源线之间 都进行了自然的恢复 达到了这样一个体育设施 与自然和谐相容的 这样一种状态 第二圈层辐射面积 约20平方公里 被定义为配套设施全层 主要进行体系构建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儿 就是我们的核心环岛 环岛的周边 其实是串接了 我们第二个圈层的 各个功能组团 西侧连接了县城 北侧是我们的云顶体育公园 南侧是我们的遗址公园 和冰雪小镇 东侧有我们的奥运村 环岛上没有什么 人工化的设施 而是全部自然的一个风貌 第三个圈层 生态基底圈层 辐射面积约100平方公里 以连接崇礼中心城区 和冬奥核心区的 生态廊道为主要空间支撑 设计团队在这里 统筹山水林田胡草的 系统治理 解决后奥运时代 崇礼城区与冬奥核心区 联动发展的问题 这一块的山水林田胡草 非常的丰富 我们顺应了沟渠里边的 防洪渠的这个治理 那么把水引进园子当中 本就时间紧迫 高寒环境又缩短了施工周期 各方争分夺秒 2021年11月 工程全部完工 这颗不错 挺好的 这颗好像有点小问题的 记忆给亚健康 在崇礼 北京林业大学的生态建设工作 不仅覆盖全域 还提供全食技术保障 学校养护团队的负责人贾黎明 隔三差五就会带学生来崇礼 监测树木的生长情况 我们秋季的调查成果率是大概98%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状况 现在崇礼的绿色冬奥有了保障 地方长远的绿色发展规划 也得以完成 这里的生态景观建设 不仅让工地变绿地 大区域的景色 也得发生显著的变化 中文字幕提供 报告冬奥保障指挥组 目前张北站气温低于零下25度 且监控后台已曝出正负级法冷系统告警 申请启动防寒预案响应 同意启动寒潮预警响应措施 收到 人员集合 2021年12月24日 寒潮来袭 冬奥期间 在极寒天气下保电 是电网要面临的严峻挑战 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保电单位 国网基北电力有限公司 利用此次极寒天气 进行最后的冲刺演练 在大家的迅速反应下 演练顺利完成 保障冬奥用电的背后 不只是一次次的演练 还有绿色电力工程的支撑 2015年 就在北京联合张家口成功申办 2022年冬奥会的前几天 距离北京200多公里的张家口 刚刚被国务院批复成立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 张家口被称为光的海洋 风的家乡 这里的风能和太阳能十分丰富 但一直以来当地没有足够的能力销纳 随着深奥的成功 中国向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 做出绿色半奥的庄严承诺 为冬奥场馆提供绿色电力 也成为国家电网十分紧迫的任务 在整个十三五期间 电网规划 冬奥的这个电网建设 是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2015年7月31号 我们北京成功申办下来的冬奥会以后 我们就开始用科学的规划来引领 这个工程是用了两年四个月的时间 从2020年的6月份也是偷查了 康建民所说的这个工程 就是张北柔性直流电网试验示范工程 使用绿色电力 让张北的风点亮北京的灯 从技术上来说并非易事 电网供电追求稳定 而新能源的风电和光伏受天际影响 发电量随机性和波动性大 成了电网中的不稳定因素 为实现中国绿色半奥的承诺 国家电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用柔性直流技术 破解了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 这一世界性难题 柔性其实说白了就是灵活 它能够很完美地解决光和风能的 这个随机性和波动性这个问题 它对于我们的清洁能源相纳 对于我们国家 甚至对于全世界的能源的替代来说 在这个进程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 一个工程和技术 张美柔制工程是目前国内 唯一全部接入超大规模 并输送绿色电力的电网 发电过程中不产生任何 对环境有害的物质 如果把电网比作公路网 输电就是运货 那么传统直流电网就像班车 线路固定终点不变 而柔性直流则是智能货车 它可以通过控制克服气象 路况等干扰因素 保障交通畅通 把忽大忽小的风电和光伏电能 均衡稳妥地送到需要用电的地方 张美环流站 康宝环流站 直接与新能源厂站相连接 接入了大规模的新能源 风宁环流站 在白天光照较强和风速较大的时候 我们将多余的能量存储到抽水性能中 光照不强的时候 再将其将能量释放出来 最后我们通过四团协调控制 源源不断将新能源输送到北京环流站 为冬奥场馆提供充足可靠的绿色供电 好 现场检查位置 现场请检查一下 二四五以开关位置 现场检查二四五以开关以和好 投展后 张北柔性直流电网 不只向冬奥场馆持续稳定的输送绿电 这些绿电还被送进北京的千家万户 它在满容量运行时 一年可解决北京总供电量的十分之一 相当于北京四百万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张北柔制工程于2018年2月28日开工建设 2020年6月29日竣工投产 目前已经持续向北京和冬奥场馆输送绿电 五百多天 并顺利通过两轮冬奥测试赛的考验 2019年我们叫冬奥供电保障年 2020年我们叫长馆供电保障年 今年我们叫全面就绪 决战决胜的冲刺年 所以这三个阶段 我们就是通过不断地完善 不断地补充 不断地建立体系 到目前为止 我们应该说已经全面就绪了 北京冬奥会是第一届 从申办筹办到举办 全过程践行奥林匹克2020议程 并将可持续性融入赛事筹办各阶段 各方面的奥运会 书写了绿色半奥的生动实践 它的碳排放趋近于零 和传统的致兵技术相比 能耗能阶层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北京冬奥会使用的 赛事交通服务用程 将实现减排约1.1万吨二氧化碳 相当于五万亿亩森林 一年的碳汇吸气量 把北京冬奥会办成一届 绿色可持续的冬奥会 一直是中国的目标 这种努力不仅体现在了 大的景观规划 场馆设施建设上 也体现在了种种的小细节上 比如说北京冬奥会 境内接力火炬 全部应用氢燃料 使用以玉米手类等可再生资源 为原材料生产的可降解餐具 减少纸张的消耗 使用电子门票等等 北京冬奥会上 中国将向国际社会 递交一份亮眼的绿色成绩单 不仅将成为奥运的新标杆 也将在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 可持续利用等方面 形成示范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